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会有人问我 所以不如我自己主动早早的出一个合集 把他们全部都介绍一下 想真正开始之前呢 插入一个我的发型教程 因为之前很多小伙伴问我是怎么把那个头发挽上去的 如果对这部分不感兴趣可以直接跳到正片看我的购物分享 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 我一直都没有单独出一支视频 今天就在这个视频的开头来给你们讲解一下 那首先就是要准备一个这种大抓夹 然后我们就把头发抓成一个低马尾 然后把这个马尾向上绕四指到一圈 然后手心往外翻这样 再把这个小尾巴塞进去就好了 再用这个抓夹一夹就可以了 两边并脚的头发也可以往下拉一拉 我自己的一个小秘诀呢 就是用一副墨镜架在头上 这样 既可以把这些碎头发稍微固定一下 又有一点装饰性 而且这个墨镜本身也是有高度的 就会视觉上让你的颅顶看起来比较高一点 脸会显得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首先是我回购的一支且出的氨基酸洗面奶 这个回购的其实是一个囤货 因为我现在用的这支已经用了一多半了 那这个品牌我已经在视频里给大家推荐过好多次了 因为它真的在我心中就是非常的便宜好用 我以前就真的很不爱氨基酸洗面奶 虽然我也知道氨基酸洗面奶很温和呀 很适合干饼皮 可是我就不喜欢它那种洗完之后的假滑感 但是现在的这些氨基酸洗面奶 它的洗感 食用感都做得更好了 像这一支它就是氨基酸复配甜菜碱 这个搭配我真的很喜欢 以前也有给大家说过 做到了那种氨基酸洗面奶洗完之后 不会很干 不紧绷 也不刺激的同时 它的清洁力又很不错 就洗完之后不会有那种假滑感 而且搓出来的泡沫是非常丰富绵密的 我自己是早晚都会用 晚上用的话我觉得清洁力也还挺够的 像我有的时候泛兰那种日常用的不防水的防晒 也会直接用它洗掉 但是也只是偶尔不推荐大家长期不屑防晒 这个香味也是那种淡淡的柠檬味 闻起来很舒服 我们家的洗面奶都是我跟我男朋友一起用的 所以真的用的特别快 这只我感觉用了有没有一个月就用成这样了 好在它便宜好用 性价比很高 用起来也不心疼 没什么好挑剔的 最近刚到手的这个关夏的香薰 这个品牌的香薰我们家一直都在用 之前也有给大家推荐过他们家的东西 他们家的产品真的是从这个包装到产品本身 都深得我这个外贸协会和香薰控的心 完全是一份很精致的礼物的感觉 买来自己用或者是送给朋友 我觉得都特别的适合 去年就给大家推荐过另一款叫昆仑竹雪 这款我真的超级的喜欢 它就是很温暖很适合冬天的香气 然后这瓶它叫书院莲池 我觉得它这个名字起的也非常的妙 就是很有意境和画面感 你一闻到它就会跟它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莲花其实是没有香味的 很多不同的味道混合成了一个 比较接近于莲池那种意境的香味 它有一种比较明显的那种柚子的果香 还有一些树叶的清香和那种淡淡的花香在里面 闻起来就真的有一种你在夏日微风中从莲花池旁走过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很擅长做这种比较有东方特质的香 我平常呢就是把它放在客厅因为它颜值很高嘛 看起来很干净 所以还蛮有装饰性的 这个香味也是淡淡的就很自然没有侵略性 所以你平常在客厅待着的时候啊 它就时不时飘过来一阵清香很沉浸放松的那种 这也是我为什么那么爱买香薰的原因 因为真的是一个取悦自己增添生活幸福感的小物 然后下面也是一个回购产品是马林狗子的这个泡沫清洁面膜 上一瓶刚刚用完我就立刻去回购 它解出来就是这种霜状你涂开之后等一会儿就会在脸上开始发出这种特别特别细密的泡沫 它不太像是我们平常用的那种泥状的清洁面膜 这款我觉得它主要是可以软化角质疏通毛孔 敷完它洗掉之后你可以很轻易的把你毛孔里那些不太容易挤出来的黑头 用粉刺针轻易的挤出来 如果你真的是皮肤特别敏感没有办法用粉刺针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敷上它5到10分钟左右 再用那个化妆棉片去打圈把它擦掉 你就会看到那个棉片上有一些黄黄的东西 就是代谢下来的一些老废角质 用起来没有什么负担感 不太会刺痛 然后也没有清洁面膜 做完之后那种脸特别特别干很紧绷的感觉 然后我买了两个ZoSkin他们家的护肤品 这个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他们家0.25%浓度的一个A唇 之前买的那只还没有用完 但是它实在是太好用了 所以这是一个囤货 最明显的就是整个脸的光泽度非常非常的好 即使是我素颜看起来都很透亮的那种 A唇如果你是初次使用一定要慢慢建立耐受 我最开始用的时候也是有点不耐受 就皮肤有点发炎 整个看起来就是又红又黑的那种 但是现在就跟它磨合的已经非常好了 这款呢是ZoSkin他们家的一个生长因子精华 它是这种按压的包装就比一般的那种广口品会卫生一点 解出来是这种透明的褶梨状 我在脸上龟感还蛮重的 但是我个人不是很介意 它闻起来有一股绿色心情 就是那个绿豆沙雪糕的味儿 超级好闻 修复效果真的超级的惊艳 我昨天晚上没忍住挤了一下黑头 就挤得我整个额头还有鼻子都超级的红 我用完它第二天早晨起来 皮肤完全没有任何泛红的痕迹 我还没有用很久 如果之后有什么其他的使用感再跟大家分享 是之前买的一个指甲油 这个指甲油也是很常被问到 我现在手上涂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真的是特别特别显白 我之前回家之后手被晒了有点点黑 但我觉得涂这个颜色也还蛮好看的 如果是喜欢这种奶茶色系的千万不要错过 然后买了两块单色眼影 这两块眼影是在小红树上被种草的 当时看照片就觉得它的包装好高级 好简单好好看 就立马头脑一热跑去买了两颗 都是比较偏灰调的那种 颜色呢就基本上是一个带有很轻微紫调的灰色 说不定可以去做一下修容 另外一个呢是这种灰调的豆沙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好适合画淤青有没有 我就幻想着能画出来那种 看上去灰紫灰紫 有一点点颓废美的妆容 但是呢因为我回家之后晒黑了挺多的 所以这种颜色在我脸上吧 一是不怎么显色 二是画出来吧 就脏脏的 反正不太好看 虽然我现在对彩妆的兴趣有一点点减弱 但是依旧非常爱买腮红 我真的就是看到那种橘色系的腮红 就走不动道的那种 3CE的这一块 里面拼的是一个黄色和香玉粉子 觉得它这个配色特别特别的可爱 那这个黄色你可以单用嘛 就是做一个腮黄 可是我还没有上眼用过 因为最近买的腮红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它这个粉质也很一般 就在里面扫两下 那个粉就飞到一个不行 诶 不再进来 不再进来 买的一块很不是我风格的腮红 我前段时间看妆容 就觉得这种粉粉嫩嫩的颜色 特别特别的可爱 忍不住就下单买了几块 那事实证明不适合我 就是不适合我 这种颜色涂在人家脸上就是可爱 俏皮 温柔 涂在我的脸上就是很纯 另外呢还买了一块这个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热门 Elon Masca的Katty 这块呢就是更加偏紫 这块比较偏粉 它就是这样非常非常粉嫩的一个颜色 如果你是非常白的肤色 我都能想到这个颜色在你脸上会有多好看 像婴儿的牛奶鸡一样粉粉嫩嫩 但是在我的脸上它真的就是非常的显黑 而且很纯 给大家试一试吧 我肥粉也太吓人了 你们感受一下 救命 刚才是橘色系嘛 现在涂了一个粉色 我真的不太适合这种颜色 以后就真的是要谨慎种草 不能头脑发热 一下买两块 最后两盘呢就是比较适合我的啦 是Pan McGrath他们家的一个腮红 我觉得他们家的包装真的做的都特别好 即使是一个腮红 你都能感受到它的质感 它有一个这种玫瑰花的印花 有一点点光泽感的那种土橘色 就是这样子的 一看这个颜色就知道很适合我吧 它这个腮红的显色力还挺好的 所以建议用这种点彩刷去上 给我们上一下 把刚才的那个腮红覆盖掉 我看它这个显色度真的 吓 吓死了 这个显色度真的很夸张 所以我要去盖一下我的脸 是觉得性价比还挺高的 因为它比我想象中的要便宜 整个外包装的质感 还有里面腮红本身的粉质 都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它里面这个颜色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 而且非常非常的容易手中 大家如果对这个系列的腮红感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的颜色 最后是一个Dior的腮红 这个色号是45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老网红了 偏橘色系的 也是有一点点淡淡的光泽感 是不是很接近 Dior的这块呢 会奶茶色更重一点 Permagraph的这个橘色系 会更重一点 所以Dior的这块 它会更加的日常 我今天最开始的 那个腮红用的就是这块 我也是用这把点彩刷来上 上在脸上之后 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好气色 还带有一点点那种金属光泽感 再上一点点在脸上 它跟刚才那几块相比真的 明显的会更加的适合我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比较偏暖调的肤色 喜欢这种裸橘土橘色系的腮红 这个可以买 那护肤品彩妆之类的都讲完了 下面就剩下一些衣服裤子 鞋子裙子 来说一个配饰 买了一个香奈儿的眼镜 它这个眼镜还有还蛮好看的 就是这种灵格纹 眼镜本人就是长这样 我买的是一副瓶光镜 镜价这里是很多香奈儿logo 拼在一起的 这里有一个香奈儿的logo在这里 它不是贴纸啊 它是印上去的 有的时候不想换太复杂的妆 或者是穿的比较运动的时候 戴一个瓶光镜 就看起来蛮酷的 但是我今天这一身 我这个发型再加上我这个针织衫 看视频的大家有没有立刻回到教室的感觉 不要说话了 我们要开始上课了 这个眼镜我有一点点踩雷 因为它的质感真的很差 就非常的塑料 如果一使劲 就会把它掰断的那种 下面来说一些衣服 就很多都是比较简单素色的T恤 我最近就是很爱买这种简单的T恤 是一件奶咖色的短袖 它这个咖色就真的做的很正 就有一点点偏灰的那种 所以整个穿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温柔又干净的那种 有一点点厚度和挺度 但是感觉还蛮透气的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设计哦 就是一件很普通很素的T恤 背后衣角的地方有一个品牌的标 它就没有坐在紧厚的地方 看起来很特别 然后也不会扎脖子的那种 同款还有一件奶油白 这个白色真的特别的妙 它不是那种纯白色 也不是很发黄的那种奶油黄 它是有一点点偏奶油黄 又带一点点就很轻微绿色调的那种白T恤 非常非常的干净 如果你也是平常喜欢穿这种素色T恤 这个质感和颜色我觉得都很不错 下面是一条蓝裤子也是同一家的 因为当时看模特图就觉得 这个颜色好干净 跟这个白T配在一起超级的夏天 镜头里看感觉有点太亮了 食物是那种绿松石的颜色 裤脚是这样翻边的 腰的地方是松紧带的 就特别的舒服休闲 下面也是一件纯白色的T恤吧 衣服面料看起来很有纹理感有没有 然后它整个衣服超级有弹性有们看 所以就不太挑尺嘛 这个好像是军码的 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极简的风格 但是又觉得纯色的T恤 稍微有一点点无聊的话 这一件就还蛮特别的 可以再搭配上一些比较夸张一点的项链 比如说那种银色链条的项链 也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后买了两件可爱的小暖袖 这两个就不是纯色的 有一些些印花 这两件是我在两家不同的韩国代购店里买的 结果买回来发现竟然是同一个品牌 这个T恤它就是偏修身一点的 就不会那么的宽松 然后领也比较高 穿起来就是很有少年气的感觉 红色的印花也还蛮年轻的 有没有 我真的很少穿这种T恤 但是当时逛淘宝就感觉还挺好看的 所以想说买来尝试一下 然后这件是一个亮黄色的 它是胸前有印花 背后也有 我当时是看到它这个背后的印花 觉得很好看就买了 但我觉得胸前也有 背后也有 就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而且它这个黄色很亮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显黑 所以这一点就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然后下面这件衣服很厉害 给你们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有点看不出来 它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那种吊带 是一个短款的 特别的就是它还有一根带子 是从脖子这样跨过去的 反正这件吊带穿起来真的绝美 巨好看 就是非常非常的显瘦 然后显得你这个颈部的线条超级好看 想买了他们家搭配模特徒的这条裙子 双红色 但是它不是非常的均匀 是有一种渣染的感觉 这一套配起来完全就是什么 复古油画女神 太美了 我是想买来生日穿 拍照啥的也可以穿 太好看了 如果喜欢这种风格去买 下面给大家介绍几双鞋 首先是这双 这双是我在回家之前买的 然后就把它带回家穿了 其实我带了好几双鞋回家 但是基本上天天都在穿它 真的是太好穿了 我回家之后是跟家人自驾游出去玩 每天也要走很多地方去景区啥的 一直穿它一点都不会脚疼 它这个鞋底真的很软 虽然它这个底很厚啊 但是它一点都不重 穿起来一点都不累赘拖沓的那种 而且还有两三公分的增高 鞋面是那种布的感觉 我觉得就还挺好看的 看起来很复古又精致的那种 这双真的是我今年穿到 我觉得很难得 好看又舒服的一双凉鞋 下面呢是一双拖鞋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像室内拖鞋 但它其实是可以穿到室外的 我今年真的超爱买这种厚底拖鞋 就是有一点点增高的效果 收到之后真的觉得 实物比它的照片质感要好很多 鞋面我摸着有点像是羊毛的布料吧 这种格子的布料就很复古 然后颜色也算是一个比较低调百搭的 然后这个logo做的也还蛮有质感的 让我比较惊艳的其实是它的这个鞋底 以及鞋面的背面 是那种很细腻的皮质 所以穿起来真的超级的舒服 还有就是它这个鞋型很显脚小 我的鞋码不算小 而且我的脚是比较有肉一点的那种 但是穿上这双鞋就感觉整个脚 非常非常的纤细 跟我刚才讲到的唇色T恤 配一个唇色唇白色的小短裤 搭配起来就特别的休闲好看 又很有少年感的那种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我真的是从天亮露到现在天黑了 所以你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光线真的特别的诡异 希望今天的视频你们看的还过瘾 我真的是露了肚子都饿到不行 那就这样吧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